擂台赛 正式开始 首先是空手倒戏 对战太平地 太平地 战胜空手倒戏 全机器拳手请上场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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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极技手类成功 柔道戏选手准备上场 加油 终于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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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极系联赏三局 是否还有其他派系上台打类 还有谁 如果没有后续挑战者 太极系将守类成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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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新的挑战者上台打类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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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笑 快下来 正在比赛呢 笑笑 休息室在那边 不一会儿就过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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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超ا 加油 你怎么那么傻 还不明白吗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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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八七掌 他怎么会 彪彪小心 夏小 我们别打了 我把你当最好的朋友 缩手吧 你要是把我当朋友 你就认输吧 我不能认输 我担负魏楚了 我和魏楚 跟整个太极派都有仇 我是不会罢休的 你要是不认输 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所以肯定是他给我们下的药 让我们上不了擂台 也是他学了我们的功夫 袭击了魏师兄 韩耀师兄 阿姨 阿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飘飘加油 飘飘飘飘 飘飘飘 飘飘 笑笑 我真没想到 最后居然败在你手里 为什么 偏偏是你啊 飘飘 偏偏 原来我费尽心思 最后是栽在你手上 风飘飘那么利落地破解我所有招式 看来也是你教他这么做的吧 我手上的秘籍 也是你故意为我准备的冒牌货吧 小小 小小 要不让我们 我们两个好好聊聊吧 和你的位处聊吧 他比谁都清楚 小小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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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伤怎么样啊 还好吗 死不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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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人怎么说变就变啊 我 我有做错什么了 其实晓晓打我多少次都没事 直到我把她打倒在地上的时候 我才知道一切都回不去 是不是我没跟你在一起的话 就不会这样了 别想那么多了 都会好起来的 我都会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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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次做得不错 但我却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 晓晓是八旗门的现任掌门 所以你和她的一战不可避免 掌门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她的身份 我之前跟八旗门的前任掌门 有很深的过节 所以就盘查了她的家族谱系 我一早就知道她有一个外孙女 姓肖 并且是她亲职的接任掌门 为了以防外衣 我可以去盘查了我们学校 所有姓肖的女性 所有人 每一次陈铭和杨宁学过来找我的时候 我都会有意无意地问她们 跟晓晓接触的细节 直到她们跟我说 晓晓问她们 太极的武功是否有武林秘籍 那你们是不是也有一本 那种秘籍 无边有了主意 我专写了一本假秘籍 固引她来偷 虽然里面的连招 都是太极的招式 但我在最后的三招里 留下了致命的破绽 原来如此 看我 真好吃 真好吃 给谁的脏 我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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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萧运气不当的行为 被处于时日拘留 听课接受思想教育 萧萧 你回来了 萧萧 萧萧 你怎么来了 担心你 你说 她现在会在哪儿 要去找她吗 我就是不知道 她伤恢复得怎么样了 我带你一起去 我带你 你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